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愿者 李宗盛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化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那么我们先讲《入行论》当中 就要先说护正知正量的方法 讲这个问题 这个道理 昨天前面也已经讲了 也是作者以非常神动的比喻 来说明我们世间当中 一定要以正知正量 来守护自己的心们 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世间当中有些人 惊怕自己伤恨当中的 小小的痛苦 他就非常注意 小心翼翼地 防护自己的伤口 平时我们也知道有些人身体受到床上 或者开刀 或者树叶等等 在那种时候 害怕别人碰着他 害怕他的伤口感染 害怕自己的伤恨 不能愈合等等 有这种考虑 然后对任何人都不敢接触 不敢碰伤 非常担心 但如果真正用智慧来观察 其实他的伤恨 如果与别人接触 也不一定弄得非常不好 而即使说 如果这个伤恨不能好的话 那么我们赞不住的众生 寿命本来都是几十年 本来几十年 迟早都要离开人家而死亡的 一次的死亡 实际上也对这个人来讲 又重新开始另一个人身 或者是另一个众生的旅途了 所以也并没有特别的危险性 但世间人们也非常的注意 那么反过来说 我们对自己心的创伤 心的这种伤口 如果没有好好地护持 那危害性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 处处都有一些能产生烦恼 也就是说 干扰自己心的创伤 外缘是非常多的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没有注意 心里面产生费力的作业 然后进行造恶业 比如说 我们杀害了众生 如果杀害了众生 佛经当中都一再地讲 我所杀的众生 什么样的动物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人类的话 那么我死了之后 就我转生到综合体育 然后我以前所杀过的这些众生 变成不同头像的 相当可怕的一些动物 比如说 我以前杀过牦牛的话 那么两边的两座山 以牦牛头像的 就是非常可怕的两大山 这两大山把我的身体扎在中间 整个身体全部弄得分身吹骨 然后我不得已的情况下 最后离开这个世间 然后以它的业力所感 如果真的死下去 都是很好的 但不会这样的 过一会儿 两座山拉开的时候 我的生命照样恢复 又一而再 再而三地 反反复复在这样的地狱当中 论反地受持痛苦 这种痛苦非常非常可怕 那么这些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没有防护好 自己心的伤害 也就是说 随着外境 以贪嗔痴而转 造了业 这样以后 不仅是这里所谓的综合地狱 有些论师认为 这里所长的综合地狱 只不过是一个地狱而已 实际上其他的地狱 饿鬼 旁生的这些无量的痛苦 全部都我们在人间 没有守好自己的心 没有以正着正念来观察自己的善难 而造成的后果 所以说 具有智慧的人应该观察自己 我们对自己身上的这种伤口 如果没有放好业 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大的 遗憾的事情 而我们心里的弥烂 或者心里的创伤 没有好好地护持的话 那对我们今生当中来讲 应该说是千古遗憾的大事 因此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讲 时时刻刻地要观自己的山门 自己随时都是要想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也经常这样讲过吧 不管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或者想任何一个事情 都要想到 不能忘自己是一个修行人 比如说我今天想离开寂静的地方 要到城市里面去 或者是我今天要到别的地方去 首先我要观察我的动机 我作为一个修行人 我这样去的话 对我自己有没有意义 对众生有没有意义 一定要观察自己的山门 如果我做一件事情 首先我要观察 我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样 发心是什么样 为众生 为自己到底有没有利益 是不是以自知自利缠着烦恼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 我就立即停止 所以我们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们 通过自身的修正来 对自己的心理的烦恼 做如何的对治 这方面应该是 有个非常好的一些实力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经常要观察自己的心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观察 我们即生当中也可能 首先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但是在过了几十年 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很有可能变成特别不好的 出家人或者修行人 尤其是我们出家人 应该这样想 在一生当中非常难得 在有关的一些教言书里面说 获得王位并不是很困难的 但是获得真正是树立伯藏的 行持犯禁性的出家身份 千百万计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如果我们没有珍惜这个机会 以外境而散乱 失去了自己的这种机会 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因此我们藏族人 经常有这种说法 比如说一个人出家了 出家了以后 没有以正知正念来 护持自己的戒律 而失败戒律 破戒 还手 这样的话 人们都认为 这个人不如早一点 离开人家好了 有这种说法 因为你如果清净戒律 没有破坏律业 而离开人家的话 那么它所取的方向 唯一的善取 如果你的形象 完全都已经改变 那么即生当中的存活 也就是说 活在世间的意义不大 所以说我们世间当中 也有这样的说法 实际上世间的这种说法 也是非常合理的 因此不管是你身为出家人 也应该首先要知道 自己作为一个出家人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从戒律来衡量 要求自己 光一个戒律的约束也不行的 一定要发出离心 发菩提心 以及甚深的一些教言 薄弱空性 或者密法的一些窍诀 这个我觉得一定要懂得 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的寺院里面 根本没有闻思修行 光是念一点佛 光是做一点善事为主 那么有时候看起来 确实是心里面有点悲伤 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出家人 作为一个行持 梵极心的一种修行人来讲 你如果不懂佛法的真理 没有闻思修行的话 那么自己的行为 始终都会以佛的教言相违背的 虽然表面上看 还是剃头续发 身穿袈裟 表面上唯一很庄严的 但实际心里的断烦恼的方法也不知道 然后对着贪嗔痴的方便 也没有的 我们的心 毕竟是作为一个凡夫人 别说我们现在的时代 佛陀时代有代人的心情 我们从现在律藏当中 看起来的时候 也是非常地糟糕 佛陀在世的时候 出家人的心态是这样 那么现在的很多出家人 也不能超出的 所以作为首先我觉得发心出家 是非常伟大的一件发愿 这一点大家值得佩服 但是没有讲经说法 没有学习闻思 这方面非常遗憾 希望我们各地的一些道场 各地的一些寺院 首先最根本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闻思修行 要学习佛法 要懂得修行 这一点没有的话 我们外面的寺院 修的宰子 没有金碧毁煌 或者是外面的境界条件也好 吃的穿的 怎么什么都养养其全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出家的目的 不是做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 非常快乐的地方 不是希求的这一点 应该说要调伏自己的心 为了调伏自己的心 就像我们昨天所讲的一样 一定要由一个戒律来约束 所以说 首先要懂得调伏心的方法 要修行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居士 现在也经常看得到 有些居士已经皈依了很多年了 自己也认为自己是 已经受持戒律的居士 但作为居士 居士的基本的见解 行为 修行 而基本的要求 自己都是必须要搞 明白 如果你自己该修的什么样 你受持的居士的戒律 是什么样的 然后你作为居士 以在家身份来修持的佛法 每天你有什么样的 饶益的心 这些都没有 光自己以佛教徒的名义来 经常在人与人之间 也是勾心斗教 然后很多事情弄得非常 也可以说是乱糟糟的 这样我觉得我们佛教徒 失去了自己佛教徒的身份 因此作为一个居士 应该对自己有一种要求 这个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是从戒律上要求 第二个应该从见解上 见解上最基本的因果证件 必须要具足的 如果因果证件 都没有具足的话 那么我们表面上自己 吹的什么样的佛教徒 也实际上是 没有多大的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 当然很多人可能因缘不具足 没有很好的上师来引导 在一个大城市当中 真正能传讲基础法门的 怎么样依止上师 怎么样观想轮回的痛苦 如何皈依佛门 发菩提心的道理 可能能真正宣讲的人 也不太多的 如果有 我想有些佛教徒 最关键的 现在要打好佛教的基础 有些居士团体当中 整天都是讲一些某种现象 自己讲一些境界 我现在看见了什么东西 我听见了什么东西 我知道什么东西 这些都是对我们佛教徒来讲 不是很重要的 如果真的听到远方的声音 非常了不起 看见远方的东西 非常好的话 在《诗量论》当中 专门有一句话叫做 当来一饮酒 是什么意思呢 你应该来一直老饮 一直饮酒 因为饮酒即使有心以外的东西 尸体 肉 全部都能看得见 然后诸事解释当中 如果听到外面的声音 非常好的话 你应该一直饮酒 饮酒的话 他在很远的地方的东西 都听得到 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有如果你觉得 别人的心知道的话 那你应该一直饮酒 以前印度 专门有一个空性魔女 这个空性魔女 任何人的七行动念 全部都了如指掌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世尊成立为量师父的时候 并没有认为 世间当中有多少个昆虫 有多少个树叶 这些不是很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重要的话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众生 宣说的四地法门 对我们现在众生来讲 人媒至极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此我们首先知道 世尊的特点 讲他的最不公的功德的时候 就要讲他给众生 宣说了四地法门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也好 居士也好 听到什么 见到什么 这一点的确不是很重要的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自相续当中能不能生起 出离心和菩提心 首先是调伏自己的心 唯一的 佛陀在佛经当中 《摄传法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所谓的佛法就是调伏自相续 如果你真正能调整自己的相续 这就是佛法 所以现在 外面的有些社会风气 有些做法 当然现在的人有时候 对佛教徒 真正的佛教 佛学院 真正的一些高僧大德 接触和交往的机会就没有 然后心里面有很多 相续佛法的念头 这样以后往往都遇到一些 外面的不善不死的人 这样那样的这种人 这样以后自己的见解 修行 全部都被坏缓了 最近比如说 天津 上海 好多北京等等 很多的一些居士当中 听说有这样的翻译 我们以前一直来这个上师 一直来那个上师 但现在看来 好像一直错了 现在怎么办 大家都心情非常的着急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着急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一个 有些人认为 这是藏传佛教里面的一种弊病 对藏传佛教生起邪见 其实这些人也非常愚笨 不应该对佛教生起邪见 我们可以坦白地这样说 这不是佛教的过失 只不过是人的一种过痕 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 比如说藏传佛教当中 也可能有个别的一些 所谓的活佛 所谓的一些上师 首先是以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来 然后就出现 出现之后 有些汉传佛教当中的 有些所谓的居士 他们也没有经过详细的观察 然后就马马虎虎地 莫名其妙地去医治 然后怎么说 两种缘起不太好的 应该可以这样说的 一个是上师的动机不太好的 然后弟子的这种心态也不太好的 然后这两种不太好的缘起结合以后 结上了这个法愿 什么给你灌顶 传法 传法都是不知道真正有没有传法的 现在传法的人很少的 真正很多人需要传法 好多佛法的道理要懂的 但是这一点不太多的 如果灌顶 结上什么其他的愿呢 那么过一段时间 互相都看不惯 看不惯 背后说各种各样的过失 这样不太合理的 首先也并没有被蒙住 或者是被美酒陶醉 互相都应该有观察的这个事件 所以作为上师 也应该详细地观察 作为弟子 也应该可以详细地观察 但你医治完了以后 也没有必要特别地去诽谤 当然 医治完了这些诽谤的人当中 我分析有两种 有一种人 有些居士说这个上师的过失 那个上师的过失 其实这些上师根本没有过失 但是他自己是特别喜欢细心研究的 今天喜欢这个 明天喜欢那个 凭自己的感觉 选择自己的上师 所以这些人在怎么样 说上师的过失 也是对上师来讲 是可能没有什么的 但是因为自己的心态不清净 什么都看不惯 这样以后 他医治一百位上师 感觉没有一个具有法相的善知识 有一些人 真的是他的福报不够 遇到了一些 不是真正的上师 但现在怎么办呢 有些人在问 现在怎么办呢 我想我们现在应该 第一个不要想 这个是佛法的过失 佛教是没有过失的 这一点当然我们不用来解释 应该说在整个漫长的历史当中 有多少个为人出现 但是谁都没有找到我们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真实的过失 佛教没有任何批评 这一点是我们 在成千上万个智者面前的 可以很坦率地说出来 这一点疑问都没有 但是个别人的修行 恐怕是有问题的 但不管怎么样 过去的事情 你已经过去了 以后你自己要 医治上师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小心谨慎 不要轻易地 今天听说 在那个地方 来了一个山沙 我马上去医治 我们真正的一些佛教团体当中 是不会有这样的 最起码也是两年 三年以上了解这个人 我如果从来不了解这个上师 我现在应该了解一段时间 然后了解两三年以后 觉得可以 我采取听法 采取听说灌顶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有些人说 这样的话 失去了机会 非常难得 那这次 如果失去了机会怎么办呢 我觉得是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 不是真正的善知识 一个骗子 遇到了欺骗你的一种人的话 那这不是什么机会 如果真的他是一个善知识 再过了一两年以后 你再去寻找也可以 你挣一点钱 然后到时候打听一下 这个上师到底住在哪里 当时你两三年当中经过详细的 其实现在了解一个人 也不是特别的困难 通信比较发达 这样以后你通过各种方法 因为这些好多上师应该有名牌 应该有一些介绍的一些 作我介绍的一些材料 通过这些材料来慢慢了解 了解完了以后 就觉得真的是这个是上师 这个是了不起的话 你就可以移植 移植完了以后 没有必要去毁谤 所以我们希望 你们以前移植完了的这些人 第一个 没有必要到处去说 这个人原来是对我怎么样 我对怎么样 我们两个关系好的时刻是如何如何 现在这样的话 从我们人情角度来讲 也是可能你这个人是没有人情味的 就不太好 你当时是不是已经陶醉了 当时是不是已经模糊了 迷糊了 所以别人说你也很难说 所以我们想 你已经移植完了 最好不要说过失 观清净心 但是你要明白 不能说是我们佛教的过失 我们佛教过失的话 那恐怕你这样的人说不出来的 佛教的这种高僧莫测的 这种非常甚深的思想文化 就是一般的这些凡人 要垂擦 要毁谤的话 恐怕是不容易办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大家在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 以前一直错了的 就不要说别人的过失 那么从今以后 重新做了 应该听到一个上师的时候 先了解 了解完了以后 结上法缘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佛教的一种做法 现在这方面出现的问题是比较多的 也是一种普遍性的 也许通过方方面面 人世上正道以后 自己觉得自己以前错了 也许这是个好事 尤其是在汉地来讲的话 怎么说啊 数片上当的女众比较多一点 好多女众刚开始的时候 心情特别着急 然后通过各种恭敬方法 来一直上师 后来自己也后悔得不得了 最后什么事情 都是无法收拾 这个时候就后悔磨叽 没有用了 那这样我觉得对人也好 对法也好 对财务也好 都不理 对自己应该以自己的 正知正念来摄持 观察 做任何一件事情 需要观察 我们不是原来讲过吧 我办一个公事 或者我今天请一个工人 这个工人到底有没有身份证 到底这个人是可不可靠啊 哪怕是我请一个月做一些工作 我也要详细观察 更何况说 我们乃至生生世世的所谓之处 所谓的一致上师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一些小小的商科 小小的一些 世界人们就是这样的 不需要注意的地方 他就特别特别地注意 应该值得注意的 乃至生生世世的一些重大事情 往往都是有一种非常 模糊的这种概念来顺便胡言了实 这样以后最后就非常不利 所以大家应该值得注意 下面下一个颂词 如是如护持之功德 如果真正自相续当中 有正知正念 这样护持以后 那么最后自己的正知正念 到达到稳固的阶段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做什么都可以 在这里也讲了一些功德 行为若如此 众主恶人群 出女人我 情侣众不退 我们颂词上面所讲的 具有正知正念 不放逸 就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行为 那么这样的行为 即使你住在嗔恨心 非常严重的一些猎人 屠夫 以及和社会的人等等 这些恶人的群体当中也可以 或者贪心比较重的一些妓女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不好的环境当中也可以 但这种人 始终自己以政治正念来奢侈的女意 自己戒律不会退转的 自己的道性永远也是不会退转的 当然这个是已经到了非常不错的 稳固的境界的时候 你就可以顺便自己的行为 去住在不良的环境当中 他的行为 他的这种善行 也不会退转的 这一点我看很多高僧道德的历史 也可以证明 比如说佛经当中讲了 加世比丘跟金舍比丘 这个公案大家都非常清楚 《极乐愿文大书》当中也应该有的 我在这里不光说 一个屋子里面住了十二年 但是都没有坏坏 反省 因此在佛教历史上 也成为非常了不起的持戒大师 在汉传佛教当中 以前六祖慧伦大师 六祖慧伦大师 当时因为各种原因 在猎人当中 为猎人围固 而住过了十五年 但他经常为他们说法 经常看见生命就马上放生了 一直他的道行都没有退射 少许也是没有退射的 同样的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也是这样的实力是比较多的 包括我自己在基因当中 我小的时候 我们村子里面有一位喇嘛 那位出家人应该 大家比较供认的戒律清净的人 当年在文革这个年代当中 可以说三宝的名号 基本上都听不到的 但在那种社会和那种气氛下 也是他受持的戒律 大家都非常认可了 在十几年以来 他就受持特别清净的这种纪律 所以说 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真正自相续当中 具有正知正念的话 那么他在恶劣的一些环境当中 再怎么样的话 就一点也是不会有问题的 比如说有些真正的一些高僧大大 他的慈悲性相当的重 这样的话 你即使住在一些非常不好的人群当中 城市里面 一些草造的环境当中 但是他所想的 全部是为自己的大悲性而转的 就没有以自私自利的 什么贪欲 嗔恨性 就不会被这些世人通话 不会这样的 前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午 我住在家里的时候 来念为法师 我们这里的法师还是 从修行各方面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念为说 我们要学一点汉语 准备以后到汉地去弘扬佛法 当时我听了以后 我根本分不清楚 让我觉着 然后我觉着 我说是 如果真正是利益众生的心态 将来也是真正弘法利盛 是非常好的 因为现在汉地人非常多 再加上能讲经说法的 比如说一个大寺院里面 一个大城市里面几百万人 几百万人当中 可能有多少个寺院 非常困难的 那么藏地一个小县城 大概是三万到四万人 然后在这个周围 大概是有三十到四五十个寺院 所以一般来讲 藏地人的比例比较起来 寺院是非常多的 如果真的有人发心的话 那么一个大城市里面几百万人 几百万人当中 真正能 幸福的人也不算多的 然后有寺院的地方也不多 如果真正能发心 就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顾虑 我说是 如果你们的发心是非常强 然后悲心特别重 这样以后可能会因缘成熟的 否则 一般的人到了外面的城市里以后 就是诱惑你是特别特别的强 所以我今天不敢说好 也不敢说不好 凡是你们自己祈祷三宝 好好抉择吧 我这是两方面的考虑 因为如果自己的修行没有成功 外面的一些非常不好的环境当中 以正知正念来没有说过 以前他们都非常了不起的一些修行人 不管是戒律上 智慧上 见解上 就非常不错的 那么凡夫人总是 随着因缘和外境转的 如果在外境当中 没有用好他的智慧 恐怕是很危险的了 因此有时候我们也特别的羡慕一些 珠珊的修行人 珠珊的这种修行人 即生当中虽然是可能没有什么秘密 这些 但是应该自己的修行是会圆满的 所以说 我们当然有些人就认为 我现在已经正知正念了 我的智慧什么都已经具足了 我从此以后住在什么恶人当中也可以 女人当中也可以 什么环境对我来讲是无利无害的 说是这样说的 以前我们这里也发现过 有些人 首先说得大法特别不错的 后来到一些不好的环境当中 也是自己的行为 道性都受到损害的 这种情况是有的 因此作为一个凡夫人 就像《大制度论》里面所说的那样 首先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没有注意 刚开始的时候发现的动机是很不错的 想利益众生的 但是到了真正的凡夫的群体当中 他们的这种人物性是极为的强烈 也逐渐逐渐自己都已经融化了 自己都变成了 受人了 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 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些修行人 首先第一个 不要在别人面前说很多的大话 现在有些居士 有些出家人 真的经常谈自己的境界 我看见什么 我听见什么 这样一说大话的时候 好像以前的藏地和汉地的 高僧大德的传记当中 这些高僧大德的时候 并没有这么多的功德一样 就像现在的有些人 真的这个功德远远已经超过了他们了 真正跟他借助 谈一下一些佛教的基本道理的时候 什么都不懂 甚至可能前时后时都不一定承认 有这种情况 所以说 真正的修行人 他是非常虔诚的 非常谦虚 就根本不会在外面标露 我看见什么东西 我听见什么东西 我现在什么什么 已经获得了佛的书记 观世音菩萨天天 面对面的作画等等 这些胡言乱语是不会的 不会这样说的 但自己往往就像萨迦班达达 在《格言宝藏》里面讲的一样 里面没有智慧的人 就像《格言宝藏》一样 附在这个湖边 然后智慧圆波的这些人 一般智慧学位不会挂在口头上的 因此作为一个修行人 应该首先第一个 最好不要自己认为自己 情节非常了不起 什么事情都开始做 最后因果是自己承担的 谁也分担不了的 因此大家还是应该注意 下面就是说 我们讲精进护自治理 用需要 精进来护自治理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世间当中 菩提心是不能摄坏的 那么其他在世间当中 我宁可失去了世间的一些名声 地位 财富 以及别人对我的恭敬 供养 赞叹等等 这些全部释坏也是可以的 也没有什么的 然后我自己特别障碍 特别执着的身体毁坏的话 也无所谓 也不是什么大的事情 包括我即生当中 生活的一些佣具 财产 包括一些我的房屋 轿车 所有自己里面的 里里外外的一些东西 现在一些在家人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 比如说你的电脑 书记 装饰物品 大版的物品 还有什么 各种各样的这些全部坏了 全部掉了 全部没有了 也无所谓的 就没有了 甚至我们特别执着的就是善根 就是身体和欲言所造的一些善根 或者说有些自私自利的东西下 所造的这些善根 全部毁坏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欲善是指的 其他的一些善根 那么其他的这些善根 全部释坏也是不要紧的 但什么事情是不能释坏呢 就是唯一的 一切众生利乐之缘 一切佛法成就之根本 就是像如意宝一般的菩提心 不能释坏的 而且唯一的菩提心 是不能释坏的 这个跟如意宝没有任何差别 非常珍贵的东西 因此始终都要考虑 我们自己的道性 菩提心就是不能释坏的 因此佛陀在《教王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 为了我们的身体 人们都经常用财产舍弃的 而为了生命 财产和身体可以舍弃的 而为了正法 财产 生命 身体 全部都应该值得舍弃 这是佛陀教教我们修行佛法的人 当然不学佛法的人 可能都不会这样的 就是为了生命 也是舍弃佛法 为了财产 也舍弃佛法 现在是道过来的 可以这样讲 为了名声 舍弃佛法 甚至有些人 为了养活 舍弃佛法 现在有些比较严重的 就是包括一些居士和出家人 居士为了生存 把佛法作为买买品 佛像 佛经 佛塔 全部都用来搞声音 非常有过失的 恐怕有些是不懂因果 有些还认为 表面上说是 我在弘扬佛法 我帮助什么什么什么 实际上把这些买佛像的钱 买佛经的钱 买佛塔的钱 全部用来自己使用 这个果实非常大 宁可离卧色也可以 但千万不要以佛经 本来佛经的钱财 充当自己的生活 不应该知道 所以有时候 现在可能有些人不太懂 有些以前所造的 一些依靠三宝的罪业 根本不了解 前一段时间有些人问 他们说以前坏坏佛像 坏坏佛塔 现在是这么忏悔 《智悲光正者》 《功德藏》的诸书里面是这样说的 说是 依靠三宝而造的罪业 叫做无有能比的罪业 那么以前如果坏坏佛像 坏坏佛经和佛塔 毁谤三宝 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我怎么忏悔呢 我要忏悔的时候 应该修佛两倍以上的 比如说我以前坏坏过佛塔 我想要忏悔的话 修两尊 从价值 从它的形状各方面 比以前更殊胜的两个佛塔 造完了以后在三宝面前忏悔 我以前如果买过金树 现在很多地方是买金树 有些佛教徒就买金树 高价地买 然后利润自己用修房子 自己开始装修自己的物资 然后给自己家里的孩子做学费等等 很多很多的情况会出现的 其实这样不好 非常不好 如果你以前买一本书 那么现在应该重新要一两本书 然后再忏悔 从此以后再不买书 应该这样 有些人可能 啊 那这样的话 我纯粹是为了洪耀佛法而买书 可不可以呢 当然最好是 你这些利润不要自己享用 如果你自己没有享用 这个利润全部用来印金树 这样倒是可以 这个当然没有什么过失 但是这个能不能做到 没有做到的话 应该对自利和他利要分清楚 现在真的有这样的 表面上看是利益众生的 然后实际上就想为自己做事情 这样我们真正是详细因果的人 也许可能不懂 也许即使懂了也是无所谓的 以这种态度也可能是有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学习佛法 寂天菩萨这里也讲了 宁可我们死了也可以 宁可我们的 比如说世间人为了身体 他财产花多少都可以的 然后为了我们的生命 宁可在身上搁一块也可以的 或者切一个肢体也是愿意的 但为了佛法 按理来讲 将我们的身体 宿命 财产 全部都应该值得设计 就要平民地保护佛教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生命 应该说是我们佛教徒的一个重大的责任 可是现在所谓的佛教徒当中 当然大多数佛教徒是非常的不错 有些人的发心 和有些人的其中情景 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 听起来的时候都是自己非常惭愧 就是连一个在家居士都不如 有时候真的自己心里非常的懊悔 就不好意思 有这种感觉 但也有一些人 往往都是以打上一些佛教的招牌 然后做自己的一些利益 这样没有必要的 大家 你要学佛的话 还是要如理如实的学佛 这一点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应该有个 依靠佛法最好不要堕入地狱 这一点没有任何必要 因为现在多地狱的因 在外面是非常多的 不需要依靠佛法 因此大家一定要认认真正地去行持 但行持的时候 我们作者也在这里讲了 其他的善法不是很重要的 其他的善法宁可设计都可以 但是往往不能设计我们的菩提心 在自己也乃至生生世世 有生之念当中 我遇到再怎么样的困难 即使生命危险的话 我不会放弃这个菩提心 这是时时刻刻的事 白天晚上都应该再三地全面自己 再三地发誓言 应该这样想 如果你把菩提心没有好好地修持 其他的善根修持 也功德不是非常大的 因此华智仁波切也是这样讲了 很重要的菩提心 暂断的时间当中也不修持有些人 装目作样地修什么生气次第 圆满次第 还有做什么其他的身体 和语言的这些善根 这些人请你们使用 九大城市的菩提心物 法智仁波切是批评他们 就这样说的 我刚才说的意思已经懂了吧 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该修的这个 连短暂的时间当中都不修 然后整天都是装目作样地 我说生气次第 说圆满次第 还有说一些身体和云阳的 这样那样的装目作样的 这些善根的话 这些人是特别坏 就是你们使用多多的不经物 这个意思 因此华智仁波切真的 大家都非常清楚 并不是说 毁谤我们有些修行人 应该提倡到这里的 修行的重要性 修行当中自己也应该选择 选择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 所有的这些知识 所有的学问 全部精通也恐怕是困难的 人生本来都是几十年 几十年当中 大概是你没有十六七岁之前 恐怕真正学的经历也是没有的 人一般到了六七十岁以后 想学也是可能学不下去的 中间这短短的时间当中 我们要自己主要的经历 应该放在一个最根本的法要上面 这就是菩提心 因此在这里也是说了 宁可死亡也可以 宁可舍弃其他的所有的财产 物质 地位 名声 凡是世间人们所需求的 一切的一切放弃都可以 唯一的一个东西不能舍弃 这就是我们的菩提心 所以这个菩提心 相当于如意宝一样 一个国王的国库当中 如果有个如意宝 那么时时刻刻地 安排人防护着的 保护着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通过上师的窍诀 也知道菩提心 如是的珍贵 因此时时刻刻地 应该以正知正念来防护他 不让烦恼的道者 脑袍始终都应该以观察 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临死之前 对修行的解脱 应该是有所希望的 下面讲 刚才不是前面已经讲了 要护持血处 必须要护心 那么下面护心的方法 正知正念 这个是分三个方面来宣说 首先第一个 也就是叫做 交接正知正念 护持正知正念 颂文当中这样讲的 那么这里作者寂天菩萨 他诚心诚意的 然后向我们所有的这些 学习入菩萨行论的当时的 当年的这些众生和现在的我们 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些众生 乃至生生世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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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代代的众生 寂天菩萨向我们合掌 然后祈求全请我们 你只要想护持自己的心 我们前面讲了 要护持戒律的话 你一定要护自己的心 你要护自己的心的话 你全力以伏 就是持之以恒地 要护持着自己的政治和正念 当然 这里寂天佛萨 并不是对我们生起极大的信心 我们现在的这些凡夫人 生起极大的信心 他开始向我们合唱 也不是这样的 有些作者 有些论师也这样解释的 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行为 让寂天佛萨特别感动 向我们合唱 不是这样的 那么是什么样呢 因为护持政治正念 对我们受持戒律者 护持自信者来讲 极为重要 因此作者为了特别地强调 他进行合唱 我们有时候有些上师 有些老师 遇到一些特别关键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合设 一直祈求大家 你们一定要如何如何 一直合唱祈求 那同样的道理 当时寂天佛萨也是 通过他的成就 通过他的修行的体悟 认识到 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尤其是作为一个凡夫人 你首先没有一个 护持心的一种方法 那以后的修行 不会圆满的 所以知道了这个 关键的问题以后 就是向我们祈求 意思就是我们一定要护持自己的心 那么护持自己的心 首先最关键的就是正知和正念 正知正念的问题 我们前面也讲了 以前寂天菩萨也是这样说的 以正知和正念 还有不放逸来守护自己的根门 这种时间就是白天晚上 善事当中必须要护持自己的相续 这就是阿底峡尊者 也是一直这样强调 那么这里的正念 我们前年也已经讲过 实际上是连连不忘善根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正念 但是在大乘阿比达摩当中 也有他的对境 形象 还有作用 这几个方面已经宣说了 所谓正念的对境是什么呢 就是过去的这种善法 也就是说 他是远过去的事 这是他的对境 那么他的形象是什么呢 就是不忘 意思是 与过去只是不忘 而心不散乱 就是《达尘阿比达摩》当中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他的对境是过去的一种事 然后他的形象是什么呢 不会忘掉 就是不会忘掉 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心不外散 所谓的正念应该具足这样的 就是朝间 意思我自己是一个修行人 不能忘记自己 这一点 因为我是修行人 我以前发过菩提心 这一点是过去的事情 然后我现在不能忘掉 我变成一个修行人 我是出家人 我是在家居士 这一点就是刚才的形象 这样以后 你的心不会往外散乱的 听说有些居士真的 现在学习《入菩萨行论》以后 经常外面社会的一些异乐场合 其他各种各样的团体场合当中不去 从现在开始 他的行为上有所调整 这就是有正念 所以正念是一种 意念就是散发的一种心态 这个正念的心态 一定要认识的 然后所谓的正知呢 《般若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一个人的心诸作恶 一切的行为就知道 就是我现在在坐着 我现在在说话 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我现在在睡觉 到底我在干什么 时时刻刻观察自己的善门 这就是所谓的真正 所以时时刻刻观察自己的善门 就叫做真正 然后始终不忘自己的行持善法 这叫做正念 所以这个正知正念的基本概念 大家不要误解 现在有些人不管讲经说法也好 或者是参加讲考 考试 反正自己想说什么就说 对佛法一点都不负责任 就哭言乱语 就没有什么 什么叫做正知 正知就是一种善法 什么叫做正念 正念就是正见 这样你能学到一点佛教的名词 乱用的话 这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我们无理学 法学 或者是世间的任何一个学问当中 每一个字有 它有严格的用法 你如果没有用上 你加上其他的这种东西 那就可能乱了 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集结的 一种说明书当中 你随便加上其他的名词 那肯定这个用法就不对了 到时候你肯定服这个责任 那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宣说佛法 或者是你邪书也好 或者做任何一件事情 大家应该值得注意 不注意的话 随随便便这样说 不一定是合理的 甚至我们念一个正知正念 正知正念的话 大家也应该由它固定的 转用的名词用上 这一点很重要的 因此他这里也 寂天菩萨从印度那兰多士 当年合掌祈请大家 你们只要想真正受持菩萨戒 永远都变成一个大乘修行人 那么第一个一定要 护持这个正知正念 我们如果所谓的正知正念 都没有搞懂 那么以正知正念来护持戒律 怎么样护持 就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法王如意宝的 《中原行之明点》当中 也是这样讲了 没有戒律 就像空座化一样 什么功德都是得不到的 但是要戒律 要护持的话 一定要以正知正念 不放逸 三个来进行护持 因此这是护戒的一种方法 没有这个心态的话 我们很多人不能护持戒律 护持自己的道行的原因 就是这样的 现在世间上的有些人 今天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佛教徒 再过两天 再过纪念以后 他根本不去寺院 也跟佛教团体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他天天都是忙他的世间法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失去了这个正知正念 后来他的修行就没有成功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皈依佛门的这些人 应该临死之前 不要退失 对这个三宝的信心 不退失的唯一的办法 就是要自己有正知正念 如果没有正知正念 那就没有自觉了 没有自觉的话 我们凡夫人不可能做好事 这一点应该可以这样决定 可以这样决定 因此大家在修行过程当中 千万千万不能失去正知正念 那么下面就是说 没有防护的过失 分三个方面 没有护正知正念的过失 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为护正知正念的过失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生机所困扯 无力为主也 若是护扰心 无力成善也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世间当中并莫产生的 有些人来讲 不管是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无能为力 世间当中经常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有些教言书当中也讲了 比如说 人本来身体很结实 很年轻壮大的 但是后来生病以后 就像用石头打击了尿缺的身体一样 一下子就不能动了 连说话都不能说话 动都不能动 有这种状况 那么人生病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是不能成功 甚至有些人有点感冒 有点小小的一些生病 两三天都是一直躺在床上 什么事情都是不能做 平时爱开玩笑 各方面很不错的人 但是你生病完了以后 完全都已经变完了 这就是生病的病魔所持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正知正念 就是造上烦恼的魔 如果做了烦恼的魔 这样以后 做任何一个善业 就没有力量了 比如说有些人 自相续当中造了嗔恨的魔 对某某人生起嗔恨心 当他的嗔恨心没有消失之前 让他悲恕 让他修行 听课 修行什么都不能成功的 有些人心里产生了某一个对境 产生一些贪心 实在是没有办法对治之前 那么做任何一个善事都不能成功的 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人跟我说 我问你们这个学习的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我问了几个人 问几个人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 那个人肯定学得不好 因为他在贪恋爱 是一个居士这样会的 我后来 首先他这样一说的时候 我觉得他说得太过分了 也不一定是这样吧 后来我想了一下 我确实是 可能是这样 他白天晚上的所有的心思 就放在那样 所以一般在家人当中 真的像谈心也好 诚心也好 或者嫉妒心 凡是我们所谓的烦恼 是非常多的 只要烦恼缠绕着你的心 你的道性根本不会成功的 没有这个能力的 就像一个人生病以后 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同样的道理 但他的心没有获得自在 尤其是 我们有些出家人是这样的 他特别想自己的家里 在这个时候 他白天也是在想家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是好像跟家里一起 就是谈缘啊 过冲曲节啊 一直 什么 今天是中修节 是吧 所以一直这样想着 一直这样想着的话 那么平时在这个班里面 法师怎么样讲课的话 他肯定在那个时候 正好他睡觉 除了这个以外 什么都不想 所以寂天菩萨的 有些颂词里面的内容 我希望大家还是再三地看 看完了以后 应该我们许多人如果烦恼 没有控制自己的身心的话 应该对善法方面 有一种勇气 有一种力量 这一点我们看一看得出来 比如说 一个班里面有七八十个法师 哪些法师对善法方面清净啊 平时他的情绪很稳定的话呢 寿命相续当中的烦恼应该很鲜少的 然后有些人 两三天还是可以的 后来今天生病了 明天心情不好 后天如何 那寿命肯定有一些 要么是身体的病 要么是心的病 肯定有病了 所以有这种病的时候 不正常的时候 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肯定是不会成功的 这一点我们应该说是大家在座的 不管在家人 出家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因此我们应该想着寂天菩萨的这种教言 始终作为一个凡夫人 一点烦恼都是没有 这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经常看以前的一些 高僧他的行为 这样即使你真的到临时的时候 如果你的相续当中 没有烦恼的这种严重病缠绕 你应该有一种力气 应该有一种勇气 以前我不是讲过吧 有一位舍达的一个活佛 他非常了不起 到印度去求学的一些经历的时候 非常感人的 他后来大概六七十岁吧 要接近圆寂的时候 他当时书里面不能拿念诸 但是他每天都是发愿 以前都是这样的 一直他每天念两万遍 《莲花生大师的行诸》 他后来自己书实在是不能拿 那个时候他每天都是不间断 临时之前每天念的诸语都是没有间断的 没有间断的 我也看过很多高僧大德 比如说明和天圆寂的 今天去看的时候 他精神非常不错的 不像我们有些修行人那样 好像人还没有这个思想 已经出现了一样的 真的什么力气都是没有 什么勇气都是没有 一提起善法的时候 没有勇气了 然后不是这个 我听说外面有些学习的人 有些学习的人 一提起有些《入行论》 或者隐名的时候 大瞌睡 然后提起一些世间的 这样那样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时候 开始醒过来了 有共同的愿 这就是烦恼魔 已经缠达自己的身心 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应该像以前的高僧大德那样 他们对我们来讲 应该有个很好的魔法 有一个很好的一种榜样 我们尽心尽力地学习 自相续当中 出现一些烦恼的时候 一正知正念来 马上断除 这一点大家这样下功夫的话 实际上也并不是很困难的 我想这次我们学习《入行论》 应该说 对很多人的自相续的 贪嗔痴的烦恼 自己的这种恶劣的习气 应该有所改变的 因为藏传佛教当中 都是有这样的说法 这个人的行为非常不如法 从来都可能没有听过《入菩萨行论》吧 好像《入菩萨行论》 成了整个调伏身心的一部论典一样 有些地方也有这种说法 我想这种说法也并不是一种虚伪 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你这个法 听完了以后和没有听之间 应该是有很大的差别 没有听之前的 你的所作所为 听完了以后的你的行为 我想应该有所变化 也非常希望有这样的变化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望 今天讲到这里 对 听完了以后的一部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